看到这只可爱的动物 您要不要先猜猜看它是什么动物呢 有人觉得它像牛 有人觉得它像狗 有人认为它是马来魔 更有人说它像是还没有长脚的犀牛宝宝 当然 它也有可能是古人以真实动物为模仿对象 在添加自己的想象力 所创造出来的神灵动物 这只西尊的背上有个小云盖 打开盖子 从这里将酒装进气内 再从嘴巴将酒倒出来 这件西尊的样子 乍看之下扑着可爱 但是它身上的装饰 却一点也不马虎 头尾的纹饰镶嵌着银丝 背上的盖子也用了金丝与银丝牵出卷龙纹 除了眼珠用金镶嵌外 颈部也装饰了一道金像圈 头部绿色的部分是绿松石 在当时也就是两间五百年前的战国时代 这样的镶嵌技术是非常流行的 青铜器刚铸造好的时候 色泽光亮如今 想当初这件西尊刚做好时 应该是十分神气火线 在祭祀典礼上 想必是众所瞩目的焦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